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手短球为一个套路 先来看一下发反手位小三角 一般来说发小三角是对付左手用时比较多 对方回球后直接压直线 这套战术来说简单实用 发小三角位也能增加对方跑动范围的难度 主要是通过线路的变化来进行压制 这时就突出速度和落点的控制 一般来说发完小三角后第一板直接撕直线 如果对方接完后步伐回来的较快 也可以再回击对方的中路或者反手 这一战术适用于准备站位时偏中间的人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发中路长球 首先发中路并不是说就是发到中线 是要看对方站到哪里 发到对方腋下区域 让对方接球时 感觉到左右都不舒服 视频中看到 我先发圆导中路偏左 这样圆导就以反手接起后 我直接压反手 在撕反手的过程中 站位要站平 或左脚稍在前一点 正要撕反手的过程中 角度可能会更大一些 接下来是 我发中路偏右 圆导正手接起后 直接压正手 在撕直线的过程中 右脚稍前 挥拍时 击球的右上方 在撕的过程中 尽量去撕起点 只有速度快 才会让对方措手不及 在发小三角和中路长球的同时 再配合运用 正手短球 这一套战术 运用起来应该会效果不错 使用这套战术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一定要会观察 对方习惯站位的比例 喜欢用反手的人呢 你在发球时 就要多发中路偏正手 这样对方才能闪出反手半台的空位 那么喜欢用正手的人 就多往中路偏左去发 让对方让出正手的空位 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发球时 一定要注意落点 突出速度 这样对方来球 才不会很高的质量 第二级的发球抢攻战术 对于发球的难度增大了一些 希望大家 可以尽快地掌握 从中的技巧 谢谢大家